学们今天我们要来参加一场遥遥领先的发布会 华为问GM9以及华为冬季全场景发布会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这个发布会的主角当然是问GM9了 目前它还处于一个预售的阶段 不过在待会应该就正式上市了 然后正式的售价也会公布 目前会议还没有开始 我们在这个大广场这里等着 可以看到现场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那边摆了挺多车的 我们先去看一下 这里放了四台华为的小宝贝们 问GM5 智介 S7 这是奇瑞跟华为合作的 这个不用介绍了 今天我们的主角问GM9 还有呢就是问GM7 这么一看M9是要比M7要大一圈 M9它的车长是有5米20多 是跟理想L9一个级别的 这个头灯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跟问GM7比怎么样 这套前脸设计就是问剑M9新一代设计语言 包括说智介 S7 这台车呢 它的头灯可以看到啊 头灯呢也是会受到了这台车设计的这么一个影响 好了 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进会场 这现场人真的是太多了 作物实习 先发布台手机 来了来了 问GM9它自己开出来了 于成东一人惊惧不断 我们用三年多时间啊 重新全新平台 全新打造了 在这个地面上最强悍的SUV 公布价格了 成天版50万9千万 阿车版52万9千万 发布会刚刚结束了 问GM9也算正式上市了啊 这台车总共是有两个大版本的 MAX跟Ultra 又分为了四个车型 说要从46.98万元到56.98万元之间 这台车的功能真的是非常多 但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功能点 产品点呢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交互大灯了 可以看到这下面是一个交互屏的 然后这上面居然可以显示充电剩余所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在外面公用充电站充电的时候 别的司机就可以通过你的头灯看到 你还有多久可以补能完成啊 这样的话是个非常方便于别人的操作 这个我很喜欢 那么第二个比较信任到我的地方呢 就是问GM9 它对车辆人员隐私性的这个顾忌程度啊 真的是有点超乎我的预料啊 我发现像华为这种做手机起家的企业啊 对于就是这方面来说是真的蛮不错的 具体在这台车上是怎么体现的呢 就是它的主驾是有一个声音屏蔽的系统的 这条系统不是给主驾用的啊 是给后排用的 只要说后排老板们 比如说打个重要的商业电话啊 这时候呢就可以一键开启这个屏蔽系统啊 主驾司机还是听不见后排打电话的内容的 然后这个阻隔率可以达到90%啊 据说是非常的厉害 但是现在人实在是太多了 也没有办法去试到 如果说等我有机会试驾到这台车的时候 一定会带你们好好体验一下 这个比较炸裂的功能的 其他方面呢 这台车我觉得配置真的是十分的高啊 像很多大西座的SUV 它的第三排的舒适度 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顾及啊 但是这台车上 它第三排同样可以坐得非常的舒适 首先它第三排后面两个座位 都是有个卡扣的 可以卡一个华为的pad啊 包括第二排也是 整台车最多可以拥有十块屏幕 包括说第二排中间这看到没有啊 还有个非常大的这个投影仪啊 包括这块投屏也是支持可见即可说的 发布会刚结束的时候 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啊 标题就是又是一个惊喜不断的发布会 没有错 这就是这台问界M9 所给到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其实问界走到今天这部真蛮不容易的啊 从最开始的问界M5开始到现在的M9啊 大家从质疑到慢慢的认可 到现在逍遥领先 所谓这个狂热啊 问界这个品牌 无论是在营销还是说产品研发上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那么在这里希望问界它能够越来越好 好吧